冯希乾先生10月3日在《大紀元時報》的一段專欄 100%真實的靈異影片在中國 幾日前抖音微博上流傳一段令人細思極恐的短片 一個男子獨自在飯館正要用膳 兩棉穿上防疫衣的人突然寸訪要求男子戴上口罩 男子以普通話答道 我準備吃啊 我吃飯還要戴嗎 串訪者說不吃的時候戴上吃的時候就將他摘下來就行了 男子文言先豪邁的哈哈大笑數聲 接著向對方怒哭 你們都磨爭了 你們馬上就要把人避風了 知道嗎 你們都磨爭了你們 你們都中學了 你們聲師猶怪 天啊 那兩個人沒有回應就敗走了 有網文稱男子是飯館的老闆 磨症似乎是謊言 查一查原來是指行動反常 好像患了精神病 也都形容科學解釋不到的怪事 如鬼上身之類 難怪片中的男子之後 還罵兩人中邪 我愛看網上靈異的短片 但是絕大多數都覺得是假的 也不嚇人 唯獨上述這段令我笑得失失發抖的片 我絲毫不懷疑他的真實性 而且深信 那兩個所謂防疫員 已經磨精 和中邪 否則決不可能要求一個人 獨自吃飯也要戴口罩 以防自己感染自己 難道他們看到的 不止一個人 但是更恐怖的事 原來發生在鏡頭之外 在十一的國慶曝光 昨日有另一段影片 顯示發佈上述靈異錄影的博主 被神秘人電話恐嚇 該神秘人跟博主通話的時候 被博主錄音 他全程拒絕透露身份 只是說影片已經影響到一些人 也都帶偏了一些人 並以命令式的口吻叫博主刪片 甚至語大威脅 如果你是聰明人的話 盡快把這個視頻下調 明白了嗎 你人在那 住在哪個地方 家裡有多少人 我們都清楚 好吧 看白這兩段令人心驚肉跳的影片之後 我見到港媒上傳的李家超酒會支持片段 居然口窒窒 引用硬指春秋的 謀道於異者必得 是因於民者必成 不用說 這個當然是執偉大領袖習近平的口水尾 意思是 策略合乎道理就能夠湊效 做事順應問情就能夠成功 聽說下個月香港辦國際金融峰會 希望到時李家超 會對外國來的金融領袖說 Designs for justice prevail an acts for people's benefit succeed 這個是中共和港府對硬指金句的官方英譯 照例 是扭曲中文原意的 話說回來 靈異影片的情節 和後續 那類是道於義 恩於民 很遺憾本人沒有陰陽眼 看不出 至於李班子治下的香港 聽說過幾天就將食肆 每台人數放寬至12人 但是戶外限聚令 就維持四人為上限 換言之 同一群人坐下吃飯 可以隨罩吹水 但是飯前飯後 未踏入食店的時候 則要戴口罩 並且分成三組裁選 衛生安全 是否有科學能夠解釋這個現象呢 我覺得有點難 恐怕也有些魔精的狀況 但是不怕 謀道於義者必得 是恩於民者必成 每日早五萬念三次 就不會認為自己中邪了 本文獲得作者授權 轉載自馮希乾13圍道的patreon 本文更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 不反映本部立場